绑牙,牙齿真的会变松吗? 知道这项后,我自己都想哭。 嗨,大家好,我是JJ姐说。 有多少人是想要绑牙,戴个牙套做矫正。 但是每次跟家人朋友不经意说上一嘴,得到的回答都是, 千万别去啊,人家都说做完矫正牙齿会变松,掉牙早, 然后本来就没有下定决心的你,心里开始泛起了嘀咕。 很多人都以为要不是牙齿被医生,用牙套给整得松动了。 牙医承认,矫正过程,牙齿是在移动,但跟松动是两码事。 首先,在症疾过程中,我们的牙齿经有外力作用, 是在牙草骨中慢慢发生胃移的。 所以说,每次复诊家里的头几天, 大家一定会觉得牙齿有一些无力,酸软。 可能还会觉得个别牙齿有些许活动,产生轻度的牙髓炎。 但是随着牙齿慢慢移动到位, 也就是过个三五天或者一周的时间, 这些现象都会消失。 随时牙齿位置的巩固,牙髓炎会自愈。 但是,如果在这个过程中,牙医加力不当, 就会增加牙根吸收的危险性, 导致牙根过多吸收,增加牙齿松动的可能性。 原因二,真凶在此。 牙周组织牙草骨、牙周膜、牙银紧紧围绕着牙齿, 并起到固定、支持和营养牙齿的作用。 一旦牙周组织出现病变,导致了牙草骨吸收, 牙根与牙草骨的亲密关系被严重破坏,牙齿就会松动。 总之,牙周病才是牙齿松动的元凶, 而牙周病最主要的致病因素就是牙筋斑。 简单点可以理解为你没有搞好口腔卫生, 无论带不带牙套,做不做正机,搞不好口腔卫生, 时间久了牙齿松动是必然的。 绑牙需要准时复诊,才会避免以上的事情发生。 好了,今天就讲到这了。 喜欢我,记得订阅并打开小铃铛。 点加号,点红军,点箭头。 针头下的童话书,私自收藏的幸福, 少年的我想倾诉什么感触。